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同伴们 大家晚见好 我们反对政府收过路费 增加收过路费 在1月1号生效 这个是2007年的新年礼物 送给马来西亚人 尤其是在写龙这一带的军 为什么我们反对 我们不是以反对而反对 但是我们认为政府 已经可以说太过分了 太霸道了 太欺压而欺负人了 建筑费五桥八道 是41亿2500万 但是政府到现在 也于这些5000公司回散 已经是48亿6400万 已经超过他的建筑新建费 他的开销超过7亿4000万 如果我们做生意的很简单 你赔赏这样多 超过他的建筑费 为什么不要干脆跟他买过来 所以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政府这样笨的 为什么这样笨的 不会做生意的 你已经花了这样多钱赔少 应该干脆买过来 而且 如果你赔超过他的建筑费 为何要收 这些公司不应该收 因为他们已经拿回本钱 已经赚钱了 不应该收过路费 应该免费 参加路上讲 我们的过路费 算低 如果跟日本来讲 很便宜 便宜嘛 人家的薪水比我们高三倍嘛 当然 过路费比我们高嘛 对不对 这个是理所难来嘛 当然他不了解这一点啊 因为他认为他的薪水跟日本的薪水也差不多一样 当然嘛 三倍的 泰国也一样 他说我们比泰国贵 对啊 泰国比我们贵 对 我们这边 如果泰国来比较 泰国比较贵 但是泰国的车 是不是比马来西亚越低 对不对 泰国的车 如果跟马来西亚的车来比较 便宜50% 他的入税啊 也是比我们便宜 所以一样东西便宜 那个过路费应该是高一点啊 我们所不明白的 为什么 你让他跟人民收过路费 还要便宜一赔赏 哇 赚两次总 可以 可以的 这右手也拿 左手也拿 全部大小通刺这样 不公平的 不合理的 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 我们不要看这种的实力化 赚钱的时候 他全部他享受 亏钱的时候 要人民来去承担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 不合理 不能够被接受的 我们必须要反对 这种的 谢谢大家 谢谢 algorithms 谢谢大家 好 on 谢谢大家 这边 来 balancing 大